耶稣的福音 这些伟大传教师们的代导师 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 也能够认同他们与他们同行 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好在21世纪用我们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方式来为你做见证 使更多的人如他们当年一样 能够因着我们得瞻福音的恩惠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上一次16世纪 我们简略地分享了 关于宗教改革 也可以叫做宗教革命 当然是非常简略的 甚至有相当大的主观性的 因为我们只是站在天主教的视角 站在天主教的视角 宗教改革当然是一个 师大于德的运动 但是站在新教的朋友的角度 就不是了 刚好反过来 他们认为宗教改革是 德大过师的 我们每一个人 讲某一个问题的时候 只能是站在某一个角度 不可能站在所有的角度 甚至有一些历史的小细节 甚至可能是错误的 请大家多担待 不过大体的意思 我们知道了就可以 就是16世纪 从在西欧的世界 从天主教 又产生了另外一次的 大的分裂 而这次分裂 旷日持久 甚至到现在那个分裂 都还没有结束 以至于这个分裂 在人看来是很难被治愈的 很难所谓的合一 在人看来 至于天主怎么样 我们不晓得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蒙昭成为合一的因子 而不是分裂的因素 宗教改革是1517年开始的 1540年左右 天主教成立了一个修会 这个修会是天主教 内部改革的一个果实 就是大名鼎鼎的耶稣会 而耶稣会会是很有特色 后来新教的朋友 新教世界 把耶稣会是视为 他们的主要敌手 因为耶稣会是实在是 在宣讲福音 在劝人悔改 在陪伴人信仰方面 非常的突出和独到 因此很多的原先 被新教分裂出去的地方 有一些基督徒 有些教育又回到天主教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 16世纪兴起的耶稣会 就成了新教世界的 主要竞争对手 好我们看一下 17世纪的 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 其实是讲到 中国教会史的一部分 以利马斗为核心 但是也跟当时 整个大的世界的背景 有关的 首先 在上上次我们讲到 15世纪末 1492年 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是不是 他们那个新大陆 他以为是跑到了印度 西印度 所以他把那里的人 叫做印第安人 就是印度人 但实际上后来发现 根本不是印度 而是另外一个全新的大陆 所以持之为新大陆 1499年 葡萄牙人达迦马 从欧洲 沿着海路 绕过这个非洲的 浩旺角 到达了印度 以前的人 到达过印度 但是从陆路走的 那达迦马是从海路走的 也是一个 非常伟大的创举一 而且他 绕过了非洲的浩旺角 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旅程 所以呢 印度就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 到20世纪 你看 1499年到1970年 大概不到500年的时间 印度一直是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 好 1521年 就16世纪了 就是宗教改革的那个时候了 马迪路德在欧洲 正在宗教改革 然后有一个人 是葡萄牙人 叫做麦哲伦 他几乎航行了大半个地球 要是他在菲律宾 没有被土著杀死的话 他可以完成一个壮举 就是绕着地球航行一周 只可惜他航行了一大半 在菲律宾被土著人杀死了 这是麦哲伦 也是葡萄牙人 你看葡萄牙人 打加码 哥隆布虽然是意大利人 但是哥隆布 发现新大陆 也是受西班牙王室的资助 而不是意大利的 然后我们看到 麦哲伦也是葡萄牙人 为什么大部分都是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势力 就是因为当时 葡萄牙和西班牙 是当时世界上 最强盛的海上霸主 人家有 能造船呢 能造军舰呢 能航行到全世界各地 能征服吗 你别的国家 就没有这个势力 所以自然呢 传教士也会随着 这些人的征服 把福音带到新的地方 当然并不等于说 传教士等同于征服着 这两个是两个概念 曾经在中国 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学的官方的历史 都是这样说的 那些传教士 借着尖船力炮 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这是一个不中肯的讲法 你想一想 哪里有传教士 带着大炮去传福音的 那都不可能 带着他炮 谁信你 所以有时候这个历史 真的是胜利者来写的 也没办法 那你想一想 新世界 以前的人 觉得欧洲就是世界 现在突然发现 在欧洲之外 还有比欧洲 更广大的世界 他们一下子傻眼了 他们的世界观 一下子就分崩离析了 原来世界不是我们想的这样 所以怎么样 随着新的世界的发现 欧洲的传教热火 马上就被点了起来 以前欧洲 反正你一片 我一片 反正穆斯林的地方 我们已经实践过 不可能再传福音了 我们不要被人家规划 就已经不得了了 我们到人家的地方 传福音是不可能的 已经实践过 这是在欧洲 还有北非 那现在突然有一片地方 什么信仰都没有 完全是全新的 一下子欧洲天主教的信仰 传教热火就点了起来 正好随着一些修会的兴起 比方说耶稣会 然后很多的修会 就派遣传教士 到新的发现的新大陆 去把福音带过去 所以你看 整个大航海的时代 为福音的传播 提供了一个便利 也提供了一个 完全中肯的视角 如果不是新大陆 教会就没有动力 去传福音嘛 因为福音已经在 当时所知的世界 已经都传过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 是1493年 教宗亚历山大 肯定了西班牙跟葡萄牙 他们两个吵架 吵什么呢 既然发现了新大陆 那这么大的大陆 怎么分呢 哪块是谁的 那因为是西班牙 是先发现的 西班牙是主要的 所以教宗就给他们 说和说和 你们以亚索尔群岛为界 亚索尔群岛是在 非洲和美洲之间的 亚索尔群岛以东呢 就是葡萄牙人的 亚索尔群岛以西 就是西班牙人 所以现在美洲大陆 超过三分之二的土地 都是说西班牙语 就是从那个时候划分的 南美洲只有巴西 一个国家说葡萄牙语 为什么 就是因为 原本以亚索尔群岛为界的话 巴西也属于西班牙 但是后来葡萄牙人 把他们原处定好的界限 又往西移了很大的距离 所以在南美洲靠近东边的巴西 就成了葡萄牙人的殖民地 到现在还是这样 巴西讲葡萄牙语 其他的通通讲西班牙语 但无论怎么样 西班牙跟葡萄牙 首先他们信奉的宗教 都是天主教 只是在政治上 两个国家是不同的国家 那后来教会也把保教权 给了他们 1508和1514年 分别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这个保教权呢 为教会带来好处 也为教会带来坏 什么叫保教权 保教权的意思就是 我西班牙占了这个土地 我葡萄牙占了这个土地 那现在教宗给你权利 你要怎么 要保护属地的教会 就是这个地方的教会 你有责任 也有权利去保护 但是后来他们只强调权力 不强调 我应该记得义务 所以导致后来很长的时间 教会跟两个国家的保教权 一直争执不休 等于是说 教宗刚开始的时候 给他们这个权利 导致后来福音传播 不能够很好的传播 因为国家 西班牙跟不到呀 他们在乎的是什么 土地 黄金 权利 财富 我们是在乎的这些 他们不在乎福音嘛 那教会 反而是在人家的手下 福音就很难传播 教会优先是传福音 不是搞这些的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包括在中国 因为这个问题 后来 慢慢慢慢地解决了 已经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间 这叫保教权 所以美洲主归西班牙 亚洲主归葡萄牙 所以印度就主归葡萄牙了 下一个是1540年 耶稣会建立 1517年 马尼路德在那里改教 1540年 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 如火如荼 那多厉害 我想这一定是天主的圣意 伊纳杰跟他的几位同伴 在巴黎就成立了 一个新兴的修会 叫做耶稣会 这个修会以拯救灵魂 显示天主的光荣为目的的 然后这个修会除了发神品 真洁和服从的愿 也特别发在福音传播上 服从教宗的第四愿 所以这个修会呢 也被称为教宗的军队 这个修会叫耶稣会 没有人敢起名叫耶稣会 我们每个教育领袭的时候 是不是都有圣名啊 你的圣名最多叫做 德勒撒 若瑟 玛利亚 方济各 雅各伯 你最多 哪儿叫亚当 叫亚巴郎 是不是 谁敢叫耶稣啊 我圣名叫耶稣 耶稣不是你的主宝 耶稣是你的主 不是你的主宝 是不是 所以没有人敢叫 把耶稣的名字 放在主宝之列 可是耶稣会就敢 这说明什么 他们起了一个 勇敢而无畏的名字 说明他们愿意表达 他们这个团体 完全属于耶稣 因耶稣的名出去 为耶稣征服世界 新世界的灵魂 是这个意思 他们是耶稣的军人 耶稣的伙伴 我们要知道 伊纳绝本人 他以前参过军 所以呢 这个军人的这种感觉 一定会印在 伊纳绝新建立的修会当中 怪不得这个修会 真的如同军人一样 所到之处 为天主获取人力 虽然他们绝对 不跟暴力同流合物 这是耶稣会 而且耶稣会 马上就派传教士 到新的大陆 特别是亚洲 利马斗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耶稣会传教的方式 跟道明会和方济会 不太一样 耶稣会是先登陆 中国土地的 他们传教的方式 比较是变通的 融合的 开放的 交谈的 交流的 方济会主要也在 南美北美传教 美国很多的地方 都是方济会传教的 原先 你现在去西部的一些 原先的那些传教站 都是方济会的 他们这个方济会 和道明会传教呢 比较倾向于 就是我来了 你得听我的 你全盘接受 我带来的东西 比较倾向于这个 耶稣会比较不是 他们比较先看 这个地方是什么人 他们有什么文化 他们喜欢什么 讲什么话 他们跟我们 什么不一样 然后慢慢慢慢 先认识他们 跟他们交朋友 然后最后再 给他们传福音 当然大概也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 本来印第安人 就没有自己的文化 我们所说的文化 就是很长远的 悠久的文化 本来就没有自己的文化 所以呢 这两个 修会传教的方式的 不同 也比较容易理解 总之 耶稣会的传教方式 使得他们在 很多地方 都可以大获成功 特别在 有文化积淀的地方 文化人嘛 谁不愿意 被人尊重啊 谁不愿意 对不对 你来了 你很厉害 你很厉害 你让我信你的 这个是 除非你真的 你有财富 你有很多的新鲜玩意儿 能够吸引别人 那才可以 下来我们就看 耶稣会派遣的 第一批传教士 最伟大的 就是圣方基各 杀无略 圣方基各 杀无略跟伊纳觉 同时建立了耶稣会 他们 方基各可不是 后来才有的 是跟伊纳觉 在巴黎 建立耶稣会的时候 他就是其中的元老之一 然后他马上就被 伊纳觉派到亚洲 作为当时的宗座代表 就派到亚洲来传教 先后在印度 马六甲 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 和日本传教 特别是日本 所以 方基各 杀无略是 日本天主教的 创始人 然后方基各 杀无略到了 日本之后 他发现 日本这个民族 这些人 很有礼貌 很温和 不像是野蛮人 好像很有文化的样子 所以他就很敬佩 他原先以为亚洲这些人 都是野蛮人 可是他看到日本人 他就改变了观念 然后就用耶稣会的床教方式 跟日本人交谈 慢慢的慢慢的 跟他们做朋友 然后把福音带给他们 后来常常有日本人 问他一个问题 说 神父啊 既然你带来的福音 是好的 信仰是好的 为什么 有一个民族 比我们更强大 更优秀 文化更古老 我们没有听说 他们已经接受了福音 如果你来带来的福音 是好的 那方基各说 哪个民族 比你们更好 更优秀 我觉得你们 都就很厉害了 然后他们说 是中国人 于是方基各 杀无略就千方百计的 要来到中国 可是那个时候 是明朝后期 比较排外 特别由于在东南沿海 日寇啊 还有其他的外国人 常常骚扰 东南沿海的民众 所以明朝政府 是由实行海禁 就是没有政府的允许 是不可以进到 中国的本土的 那方基各沙烩烈 只能够偷渡 所以他先坐船 到了 我不知道到了澳门 还是到哪里 然后建了一个 中国的商人 给他钱 让他把他偷偷地 带到中国的内陆 可是这个商人 并没有履行诺言 人家这个日本人 刚夸了中国人 很好 很信任 结果他就上当了 最后 我不知道怎么阴差阳错 可能是由于季风的原因 这个船呢 就飘到了上川岛 上川岛在哪里 在珠江口 其实是中国南海的 一个岛屿 跟中国的内陆 就是台山跟江门一带 一个小岛叫上川岛 这个船就飘到这里 刚好方极客沙奥略 水土不服 患了热症 所以他在这里 没有多久就去世了 1552年12月3号 加进31年 方极客沙奥略在上川岛 患了热症 瘧疾 然后离世了 在他旁边 伺候他的 只有一个中国人 叫做安多尼 这个中国人 他以前呢 在印度的果阿 学过神学 所以他跟方极客沙奥略认识 只有他服事在 相当一个修士吧 服事在侧 然后他就离开世界了 只有46岁 真的是出师未竭 生先死 我们也不知道 天主的旨意 是怎么样子的 但刚好那一年 他去世的那一年 他本来想到中国 可是只有直尺之遥啊 几十海里的路 是很近的了 可是他就是 始终没有踏上 中国本土的 是海外的一个岛屿而已 本土没有踏进去 那他没有完成的心愿 将会有另外一位 耶稣会的后人 也是他的同伴 就是利马窦去完成 刚好 方极客沙奥略死的那一年 就是利马窦出生的那一年 1552年 所以不知道是偶然还是天意 我觉得是天意了 这两个伟大的传教士 前后有一个如此完美的 如此很有很有象征意义的交接吧 两个心火相传 后来方极客沙奥略的遗体呢 被送到印度的果阿 因为他曾经在果阿待过 待过好几年 然后当地的民众 有很多人已经皈依了天主教信仰 就迎接他的遗体 如同迎接一个国王一样 1619年丰盛 多少年啊 他死了之后才65年就被丰盛了 这是非常快的当时 所以方极客沙奥略被称为东亚宗徒 就或者东亚传教主宝 他真的是当之无愧的 好 我们看一下利马斗 他死了 他生下来了 他慢慢的长大 利马斗是生在意大利 虽然方极客沙奥略是葡萄牙人 利马斗是意大利人 但是他们都是耶稣会士 1978年利马斗是26岁 利马斗十多岁的时候 就已经进了耶稣会的修大学习 然后在26岁的时候 被派遣到亚洲来传教 跟他同行的有很多传教士 特别有名的是罗民间神父 他们来到了澳门 澳门是当时耶稣会在远东的传教的中心站 澳门不是一个大三八吗 三八的意思就是圣保禄的意思 所以是那里原来有一个圣保禄学院和圣保禄教堂 但是现在只是一个遗迹了 他们来到中国马上就学习中文 尤其是罗民间神父比利马斗反应还快 这个神父首先呢 他开始用天主一词 天主我们叫天主天主 老外当然不叫天主了 老外他也不会中文 那谁把拉丽文的Deus 就英文的God翻译成天主 就是罗民间神父 也是罗民间跟利马斗开始使用的 我们叫天主教 也要拜他们所赐 要公教嘛 不过天主这个词就传下来了 他们还发明了一个词 不是发明的 是翻译的 上帝 只不过他们没有用上帝这个词来称呼神 而是用了天主 结果后来新教的传教士也来到中国 他们就用了上帝 结果上帝比天主还有名气 其实都是一个神父 罗民间神父非常的开明 他来到中国呢 遵守中国的习俗啊 比方说鞠躬啊 磕头啊 所以呢 他们就得到梁光总督 陈瑞和其他官员的允许 暂时可以住在广东 当时没有中国官方的允许 任何外国人是不可以在中国居住的 他们只能够暂居在 这是非常不得了的 要是他们横着啊 一脸这个瞧不起中国人的样子 你觉得中国这些文人官员 士大夫会让他们留在中国吗 绝对不会的 所以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们就待在了当时的梁光总督的首府 在赵庆 所以赵庆就成了第一个 耶稣会是最先接触中国的地方 也是中国第一个教堂盖的地方 就叫赵庆 广东赵庆现在还有啊 首先开始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中国的民间的人呢 普罗大众呢 他们很喜欢烧香磕头 静庙里面参拜 所以李玛窦和罗民间就误认为 中国的主流宗教 就是佛教很受欢迎 因为那个和尚 大家见了也还是客客气气的 所以他们觉得 如果我们想要被这些人接受 那我们也应该像这些中国的和尚一样 也应该剃头啊 穿袈裟啊 也应该这样 所以他们就剃了头 李玛窦第一个身份在中国是个和尚 只不过是西方的和尚 因为他是西边来的嘛 那你穿着袈裟 你又剃了头 虽然大家也能认出来 你是个外国人 但是你也是个像个和尚一样 所以他们就把它叫做西僧 或者是藩僧 藩僧就是外来的 或者是天竺僧 总之不是东方的 他们这个认知 后来表明这个认知是错的 当然他们突来乍到 对中国的文化并不熟悉 实际上佛教在中国 在那个时候 其实只是在下层颇受欢迎 但是在中层和上层就不是这样了 这个也为他们后来带来很大的麻烦 好 1584年 他们在赵庆买了一块地皮 然后建了中国的第一座教堂 为了跟当地的这个文化 能够融合起来 他们的教堂不敢建成外国式的 其实实际是已经开始巴洛克式了 或者至少是哥特式嘛 罗马式 没有 他们用的中国的道观的样子 然后呢 当时的知府还给他送了一个匾额 叫做鲜花寺 寺庙嘛 也不是天竺堂 后来那个天堂里边的挂了一个匾额 叫做西来净土 那都是佛教的用词嘛 可能这个知府也是为了保护他们 如果你弄得太新奇了 那个可能当地人就不行了 当时的中国的人很封闭 对于外来的事物很敏感 甚至反感 这个时候 我觉得他们的做法也是有道理的 就是先步步为引慢慢来吧 只不过教堂中间有一个 祭台上有一个圣母报耶稣像 很漂亮的 可是当地人觉得这个是观音菩萨 反正观音菩萨有很多的样子 不过这个是 大概是以观音菩萨另外一个样子 所以其实是最开始是纯粹的 把天主教用了佛教把它包装起来 这种方式维持了足足12年的时间 12年 他们也遭受了很多的不公正的待遇 好了 不管怎么样 为了避免冲突 他们基本上不公开讲天主教 公开讲 不公开的 只是私下的 你跟我做朋友 你喜欢我带来的这些 西方的什么像 自民中 三棱经 日轨 罗旁 地图 这些新奇的玩意 然后你慢慢 我们熟悉了 我再给你慢慢的 私下的讲教会的东西 公开的是不可以的 不然的话 那些什么什么烧香磕毒 尽妙的那些 那些善男性 那肯定饶不了他们 所以呢 这些人被吸引 大部分不是因为他们讲的信仰 因为他们不敢讲 只是因为 我们第一次看到老外啊 哎呦 这是个外国人啊 外国人长这个样子 他们都很新奇的 所以当时的很多人 来到这个仙化寺 来看立马都跟罗明天 他们大概是因为新奇的缘故 尤其是他们带来的一些 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的东西 什么钟表啊 这些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不过也有个别的人 是为慢慢慢慢 被他们所吸引而领受了洗礼 不过是比较少的 据我记得的那个资料 他们12年的时间 总共领洗了不到100个人 那是非常少的了 当然在那个环境底下 也是蛮多的了 好 这是和尚立马都 所以我们要记住啊 立马都神父在中国 总共才待了27年 有12年的时间 都是光头 有12年的时间 是穿着袈裟 替着光头 这是他的形象 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 他这一方面 所以你看 传教是多么辛苦 当然也可以看出来 耶稣会的传教 就是为了让当地的人 接受福音 他们宁愿 虽然他们知道 剃了光头 就是个 别人也嘲笑他们啊 对 他们宁愿冒着这种 就是接受这种后果 冒着这种风险 只是为了 让哪怕一个人 来亲近福音 好 我们看一下下边 就是立马都 他们所遭受的 不公平待遇 当时的梁广的总督 还有赵庆的支付 是很开明的 可是老百姓 就不是这样了 由于东南沿海 很多人受窝口 和外国人的侵扰 所以一些老百姓 对外国人 非常的敌视 立马到上街的时候 常常被 普通的民众嘲笑 骂他是养鬼子 妖人 西方妖人 他们的注色 被叫做和尚庙 我觉得比鲜花寺 还难听呢 那你想一想 既然是一个庙 按照当时中国人的认知 庙是什么呀 庙是随时都可以进 随时都可以出的 就庙是一个公共场所 可是西方人不觉得 你看西方人觉得 教堂是一个 另外不同的地方 可是庙椅在中国 那乞丐啊混混啊 任何人都可以进出庙椅嘛 所以呢 结果鲜花寺 就有了很多的什么 地痞流氓啊混混啊 乞丐啊 很多的下层人 就常常侵扰 常常给他们带来不便 立马都真的不知道 后来他才慢慢明白 虽然在西方 在印度 包括在沙烏利尔 待过的日本 僧人地位是非常高的 甚至很多的僧人 有政治地位 可是在中国 根本不是这样子的 在中国僧人的地位 是很低下的 贫穷 没有未来 活不下去了 或者是 没有学问的人 才会跑到庙里边 当和尚嘛 当然不是全部了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 这个庙啊 是一个很 很不入流的地方 在下层 OK 还可以 可是当时 统治中国的人 是什么人 是文人 他们遵循的是什么 是儒家 是孔子的学说 不是佛家的学说 这个东西慢慢慢慢 你看经过十年的时间 立马窦 他们才慢慢明白 结果后来 你看甚至有时候 在路上被人骂 还被人拿石头打 哎呀 真的是 很可怜的 很可怜 1589年 出了一个事 这个事什么事呢 新的梁光总督 刘继文 把鲜花寺 占为己有 他要把鲜花寺 改为自己的生辞 这个人很厉害 然后把立马窦 他们赶到赶出赵庆 新的总督说 既然你 你也是和尚 是吧 我呢 给你找一块新的地方 就是你去北方的 北边的一个地方 叫做韶关 韶州 现在叫韶关 那个地方有一个寺庙 叫南华寺 你也是和尚 他们也是和尚 你就住在那就可以了 然后立马窦 他没办法就住在南华寺 结果去了南华寺 住持 在他们经过这个寺院的时候 按照佛教的习惯 应该过一个佛堂 建了佛像 要拜的嘛 结果立马窦 根本眼里没有这些佛像 所以让那个寺庙的住持 非常的惊讶 也非常的不喜欢他 这样就可以慢慢的 立马窦就明白了 哦 原来天主教想要跟佛教融合 想要说穿上佛教的衣服来传教 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你想一下 立马窦怎么可能去参拜佛堂里边的佛像呢 佛像是非常多的 天主教的信仰是什么 天主是唯一的嘛 这两个是不能融合的 所以立马窦后来就慢慢慢慢的 也经过友人的指点就慢慢慢慢的 从佛教转向了孔子的就是儒家的学说 从宣讲上认知上交朋友上 特别是穿戴上就慢慢的放弃了佛教的这一套 还有另外一个事 是1592年呢 立马窦在韶 因为他们在韶关后来又租了一个房子 于一平地痞流氓 把他们冲到他们的房子里边 把他们打一顿 然后几个立马窦的仆人被砍伤了 立马窦吓得要死啊 赶紧跳窗跑走了 跳窗户跑的时候 结果把脚给摔了 给扭了 当时没有那么好的医疗技术 而且主要是立马窦没有及时地看大夫 结果好几年之后才去看大夫 大夫说无能为力 所以立马窦后来就成了脖子 你看想象一下 这个立马窦神物所遭遇的 我突然想起一个小插曲来 方机各商务略 从日本来中国的时候带了一个修士 那个修士是欧洲的 想要进到中国 他们的船不是在上川岛 因为风的缘故被困在上川岛了吗 这个修士受不了 他觉得太艰苦了 他死活要回去 所以方机各商务略一气之下 就把这个修士开除了 你回去吧 你也不是耶稣会的会士了 你也不是传教士 你愿意回去 OK 所以就让他回到印度的国阿去了 你看就是那个修士 他根本受不了那个困难 什么都没有 当时方机各商务略死的时候 死在哪里 草棚里边 46岁死在草棚里边 那可不是一个 死在一个什么众人的尊敬生 为他送行啊 哀悼啊 治疗没有 草棚里边只有一个人在照顾他 你可以可想而知 那个传教的情况是多么的艰难 利马斗遭受这么多的伤害 鄙视而能够坚韧不拔 这说明他传教的意志力是非常之强的 虽然我们很少看到 利马斗内心的世界 就是他的信仰他每天怎么祈祷的 他作为一个 耶稣会是每天如何省察的 这些资料是比较少的 反而是更多的资料是关于历史的 是其他的方面的 但是我们可想而知 利马斗绝对是一个常常祈祷 也常常做省察的一个神父 如果不是这样 他根本待不下去 剃了头几十几年 然后还摔了脚成了一个脖子 就是这样也绝对不能够阻挡他 北上去北京 见到明朝皇帝的决心 还有一个事是 利马斗后来第三次上北京的时候呢 他在山东临清遇到了一个睡间 就是一个太监 收睡的一个太监 叫马唐 结果他们搜查传教士行李的时候 发现了十字苦相 这个马唐没有见过十字架 没有见过十字架 他大惊失色 他以为利马斗是要拿这个苦相 来诅咒皇帝的 所以马上就把利马斗 下到监狱里边半年之久 多亏后来皇帝下了旨意 让他们带着贡品进京 不然的话利马斗 估计要死在监狱里边 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时中国人看到苦相的第一反应 也怪不得利马斗在 赵庆韶州的时候 很少会出示苦相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觉得当时的中国人 有个死人还被钉死 这个是太不吉利了 你不是吗 不要说当时了 现在你把这个苦相拿出来 到中国的乡下 你去看一下 如果没有听过基督福音的人 你让他们看一下 他们是什么感觉 感觉大同小异 依然是觉得不舒服 很不舒服 我们是看习惯的 我们看习惯的都觉得很热爱 哎呀 我的十字架 我的生命之书啊 我甘甜的这个什么什么 依康啊 这些 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 那个时代的人并不这么看 没有西洋的人也不这么看 这是脖子利马斗 所以利马斗从1592年 一直到死 1610年 所以他总共18年的时间 是一个脖子 12年的时间是一个和尚 这个神父真的不得了 现在要是放在我们身上 哎呀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们能够接受多少 这是天主圣神 天主圣神的祈恩 里边有一个叫做刚义 刚义之德 用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德性 是天主圣神的恩赐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文人立马 我们讲的这些片 都是非常的 非常简要的 好吧 只是为了 因为我们只是为了让教友们 大概理解一下 当年的传教士是多么不容易 而他们把福音带给我们到现在 从未断节 这个福音又是多么的宝贵 后来利马斗听了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叫做瞿泰素 他是礼部尚书的儿子 不过这个人呢 早先的时候是个浪荡子 他听过利马斗的名字 他听说过一个人叫做西来孔子 因为利马斗非常的聪明 他用几年的时间 把中文学得很流利 甚至把中国的那些经典翻译成拉丁文 所以这个人很厉害的 好像是孔子一样 所以他们叫利马斗 原先叫藩僧 是西来的和尚 现在叫西来的儒士 西来的孔子 利马斗有从一个和尚转到了文人 利马斗 1592年春节的时候 瞿泰素对利马斗说什么 说先生 洁身修行 照示天地真主 与僧道之奉 土木偶像者 相去甚远 然则何不服 如是衣冠 反而剃发 简虚若僧土也 这个人 你看人家说的有道理吧 说利马斗先生 你既然侍奉的是唯一天主 他们庙里边烧的 你不知道是什么 什么土木 什么土捏的 什么泥造的 那个木头雕的 你怎么可以跟他们相提并论 所以呢 你的神比他们要高 那你以你的穿戴 讲话 也不应该跟他们一样 所以你应该留发不是剃发 你应该留须不是剃须 你应该穿上 如式的 士大夫的服装 而不是袈裟 利马斗觉得很有道理 其实利马斗这十几年 已经感受到了 作为一个僧人 其实这个待遇并不好 也给传教工作 没有带来很大的帮助 再加上朋友的劝勉 所以他就 弃僧转儒 脱掉袈裟 披上儒服 而且利马斗慢慢的 也惊艳到了 他发现中国的 有文化的人 常常都不去庙里 他们敬孔子 多于烧香拜佛 有文化的人 没文化的人 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中上层人 都是这样子 而且中上层人 他们不屑于 跟那些什么和尚啊 江湖疏师啊 道士啊 在一起 利马斗就慢慢明白了 原来佛教在中国 是比 属于下层人 信奉的宗教 他的目标是什么 利马斗梦想着 有一天 他可以进京 建中国 明朝的皇帝 皇帝 只要接受了 这个基督信仰 那其他的人 就可以接受 因为 当时的政体 是自上而下的 老大信了 下面人都得信 这个想法 是完全正确的 所以利马斗就开始 成为了一个儒士 你看 1994年 他还要得到 掌上的批准 就是掌上不批准 他还得 继续光着脑袋 掌上批准他 然后改僧袍 为儒服 好 现在 西僧成了西儒 正符合利马斗的 气质和身份 本来 利马斗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很有学问的人 就是一个伟大的传教士 就是用当年的话 用中世纪的话来说 他是会 七亿的 天文 地理 逻辑 音乐 还有什么什么 七亿 很厉害的 怪不得后来 他能够结交 很多的有名的人士 包括科学家 然后利马斗从下层 就寄生到了主流的社会 他广交很多的士大夫 特别是官员 也引来了 无数人的牧民 跟他结识 所以因为他很聪明 学习中文非常的快 然后进行翻译和交流 所以后世 也称他是西方的孔子 这个是绝对是有名有实的 我看过一个资料 说利马斗甚至可以倒背四书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倒背 各位 咱不要倒背 你顺背 你能背多少 人家倒背 咱也别说倒背了 他正背就已经不得了了吧 一个西方的人在当时 能够把四书背毁不得了 我们念书的时候 大家都经过吧 背古文的时候 里边也有什么论语啊 大学的篇章啊 背起来可费尽了 不是吗 当然这个也没办法比 毕竟十六世纪的人 说话就是文言文吧 在文人方面 我们只讲一个小的例子 有一个人叫做汤贤祖 他是明代非常有名的剧作家 他被称为东方的沙士比亚 牡丹廷就是他的写子 非常厉害的 他在1592年夏天 在赵庆拜会了利马斗 并且还写了两首诗 就是有一个词叫做 秦之所起什么 一往而生 生可以死死可以生 生不可以死死不可以生 这非秦之所至也 应该就是牡丹廷 就是汤贤祖 来自于汤贤祖的文字 是非常伟大的一个词人 一个剧作家 你们可以看懂这梁寿诗吗 我读了半天 我只能大概读50%吧 画凭天主 天主降 你看天主这个词已经有了吧 画凭天主降沙龙 闭眼愁湖 义自通 正似锐龙 看甲措 相高原在木心中 后边的我不知道他说的什么 前边大概还能还能猜出来 他说的什么 第二首是 二子西来 记忆其 应该说的 利玛窦跟罗民间 黄金坐始更可疑 自言天主原无佛 说与莲花 教主之 后边这半句 很明显的带出来 当时天主教的表达方式 依然还是用很多佛教的用语 哪位高人可以 以后可以慢慢给我们翻译一下 这是汤贤祖 拜会了利玛窦 写给利玛窦的两首诗 可以看出来 利玛窦这个人很厉害吧 这个神父很厉害的 要是没有两下子 一般的人会拜访他吗 汤贤祖可是一等一的 当时一等一的文人 文人里边最有名的 还有其他的文人 也拜访了利玛窦 我们就不一一叙述了 我们看一下 利玛窦的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非常喜欢 结交朋友的利玛窦 这也许是利玛窦身份里边 最为人所熟知的 就利玛窦这个神父 也许所有的耶稣会是 耶稣会是都有这个特点 喜欢与人结交朋友 这个特点 其实是来自于耶稣的 耶稣在福音里边 跟人 首先 他想跟人沟通 他不是把人看作无名无姓的 有一个 什么虾子啊 瘸子啊 笼子啊 哑巴啊 他会问他们 你愿意我为你做什么 你愿意被治好吗 那不是多废话吗 不是的 耶稣问这个 就是愿意跟这个人 建立一个关系 而不是说 只是办一个事 只是治好他而已 你看 在耶稣上 很有很明显的 愿意与人建立 有情的 风采 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说什么 我不再称你们为 仆人 我要称你们为 朋友 耶稣是不是把十二门徒 也称作朋友 所以 这个精神 立马斗 喜欢交友的精神 来自于福音的 来自于耶稣身上的 也无怪乎 他们用了 耶稣会这个名字 他们的确配得上这个名字 就是 效法耶稣 相似耶稣 立马斗很早就离家了 你想一下 做一个离家的人 如果没有朋友 那太惨了 我们神父们 很早就离开家庭 我也很早离家 你想一下 如果我们这样的人 没有朋友 那只能什么 只能够抑郁啊 只能抑郁 没有朋友 家人又不在身边 就意味着 你的生活 没有圈子 你的生活是内 往内的 你想一下 如果你调整不好 很可能成为疯掉的 所以神父们 尽可能要有 众多的朋友 无论是教友的 非教友的 这样即便于传福音 也便于他个人的健康 然后呢 有一个明朝的皇室 住在南昌 是建安王 他想了解西方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所以立马斗 专门为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教友论 而且是用什么写的 汉语 厉害吧 哦 用汉语立马斗 就写了一本教友论 而那个时候 据他来中国 我估计也就是十多年的时间 什么东西 比传福音的动力更大 没有 如果你是为了跟人做买卖 我问一个教友 年轻的人 我说你每天接触的什么人 他说我每天接触的都是老外呀 那我说你的英文怎么样 他说 不行 我只能说 跟我卖的东西有关的英文 其他的英文我就不会了 你看到了吗 这就说明一个人做买卖的动力 远不及伏传的动力 所以真正的那个伏传的动力 让人往深的走 学无止境 就是为了把福音带出去 如果这是为了做卖卖 那就不需要那么复杂了 好 教友论的开篇 立马都是这样写的 无有非他 既我之伴 乃第二我也 故当事有如己 有之于我 虽有二生 二生之内 其心一而已 真是说得非常棒 朋友就是另外一个我 朋友就是另一半的我 朋友就是我在朋友身上 看到我自己 这个怪不得 立马都被当时的人做喜欢 这种朋友间 一起相投 事有如己 非常得当时上层人的喜欢 怪不得立马都在中国二十多年 好朋友就达一百多位 大部分是中上层的文人 雅士官员 也有皇室的人 当然也有下层所谓的 僧侣或者百姓 我们也从这里可以看到 立马都交友 绝对不分上下 他没有说 你是个普通的百姓 你是个乞丐 你是皇室的人 另眼相看 没有 这样也可以看出来 福音超越于文化的地方 那当时的文化就不一样了 文化是什么 我们当时中国的文化 是以中亲为中心的 就是亲友是核心的 亲戚 中士 朋友呢 是这个圈子以外 第二核心的 第二层的 其他的人是第三层 我们是以中亲为中心的 可是这个中心是有很大的限制的 所以那些有远见的人 就喜欢立马都的交友论 因为他们觉得 哦 这个人说的很有道理 在这里我们稍微做一个反省 你想一下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最好也用立马都神父的方法 耶稣会的方法 也是耶稣的方法 跟人先交朋友 先不要讲福音的话 你想一想 我跟你都不熟 你跟我讲福音有什么意思吗 你是谁啊 在大街上拿个小册子 我不否认这个是有效果的 可是这个效果不是长久的 真正的好的方法 还是要回到耶稣的方法 就是先跟人认识 交朋友 朋友的意思 用立马的话来说是什么 你心我心心心相应 两个人掏了心了 才能够什么 慢慢慢慢的讲更多的 因为信仰 信仰可不是买卖啊 信仰不是说买这个菜的问题啊 信仰是关于更深的 关于人生的生死的价值观的问题 所以两个人如果关系不好 讲信仰效果是很有折扣的 所以各位在生活当中 神父很建议很鼓励大家 多交朋友 少发传单 我不是不 我不说不发不行 是多交朋友 真正的福传就是 你跟他 他跟你认识久了 哦 他在你身上看到与众不同 立马都后来跟好跟好些人 施洗很多的人 就是因为先跟他做了朋友 然后才慢慢认识到 这个人身上什么人 使得这个人有如此大的魅力 才慢慢接受了 在立马都背后隐藏的信仰的驱动力 立马都一个说法说 立马都几乎因为朋友太多而累死的 这个说法也不为过 立马都死的时候才不到六十岁 立马都没有大病 除了崴脚 崴脚不算大病吧 崴脚应该不影响人的寿命吧 所以有一个观点 而这个观点很多人也是认同的 立马都后来去世 就是因为过度操劳 假如你有一百多个好朋友 不要说一百多了 你有五十个好朋友 你要为了维系五十个好朋友的关系 好朋友而不是一般的 路人家路人义 那你觉得累不累啊 也一定是很累的 因为想要维系好的关系 夫妻之间朋友之间都是如此 一定是一个比较累人的 因为你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第一个人叫做李志 他是阳安的知府 曾做过国字建的博士 两个人在南京就认识了 然后两个人都是交友心切的人 就交了朋友 李志非常喜欢立马都的交友论 而且超了很多的 然后免费送给其他的人 你看李志后来怎么说 天下为之之最难 无便由天下 以求胜我之有 胜我方能成我此一席业 胜我这必能知我此二席业 厉害吧 就说明他在立马都身上 发现了他自己没有的 立马都远远在某方面胜过了他 胜过他的人 他觉得才能够了解他 这个这样子的观念 认知到现在都是百分之百 OK的 到现在都是非常好 我们现代人 大概是因为现在节奏太快了 我们朋友之间 有人家的那个时候的 那种那么深厚的友情吗 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 希望我们都有好的友情 这个友情可以帮忙我们 让我们成长 也让对方成长 后来理智在政治斗争中 去下了狱 死在狱中 立马都感到非常的痛苦 而且理智比立马都的年龄 应该大了二十多岁 你看 所以年龄也不是交友的障碍 第二个人是冯印经 他曾经做过湖广监察御史 这个官史也是非常大的 他也是立马都的至交 他曾经写过说 立马都监官八万里 东游与中国为交友业 其物交道也深 故其相求也切 他觉得立马都来中国 就是为了交朋友的 在他看来 这说明立马都在当时的人格魅力 是非常之强的 立马都后来多次遭遇到 反教者的诬告 立马都跟他的同伴 因为当时很多的人 对天主教并不友好 特别对西方的传教士 冯印经也是常常被他们辩护 后来冯印经自己也被那个宦官 诬告入狱 立马都多次到狱中去探访他 甚至于后来 理智也受洗成为了天主教的教友 立马都后来说 事有如己者 则挟者尔 则挟者尔的意思就是 挟是远的意思 尔是近的意思 就是远近 超越远近了 虽然很远 其实很近 弱者强 我们都知道 患者性 病者欲 何必多言也 死者有生也 所以朋友之情 已超越生死 一个外国人在当时 能够在中国结交 士大夫 而且是这么高的官员 而且他们的友情 如此的坚固 可以看出来 立马都知用心良苦 第三个人 当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徐光启 徐光启本来呢 是在京城 在汉林院任职 他先是看到了立马都的昆鱼万国全图 这什么叫昆鱼万国 就是世界地图 世界地图 立马都画的 很厉害吧 我们现在有的人认地图都比较难 那你想一下 当时能够画地图 当然这个画地图也败了当时 能够发现新大陆这个事所次 才能够画一个比较完整的地图 而且这个地图呢 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心理 把中国画在了中央 中国中国嘛 要在世界的中心 这也说明当时明朝的人 大部分还是夜郎自大 世界之央 为我中国最大 所以立马都把中国画在中间 徐光启很被这个图吸引 因为这个图呢 已经颠覆了中国人的一个观念 天圆地方 可是根本不是这样 地图那个地图上地也是圆的嘛 你要是坐着船能够绕一圈 就是圆的嘛 你要方的就绕不回来了 然后徐光启 由之更喜欢立马都带来的科学仪器和典籍 他们两个后来翻译了几何原本 很厉害吧 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的名词 都是他们两个翻译的 你注意下面这些名词 要没有这些名词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叫 这些通通月球 通通都是他们两个翻译的 我们现在都在用吧 没有用的我都不写了 没有什么用的我就没有写了 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立马都 虽然立马都来的目的 是为了传福音 但是他也为当时中国的科技地理 带来非常多的 就是拓宽视野的帮助 我们现在每天用的这些词 原来都是来自于立马都 立马都神父之首 真的感谢这位伟大的 伟大的神父传教士 然后徐光启 后来徐光启官至文元阁大学士 人称徐个佬 相当厉害了 是跟首相似的 有他的帮助 耶稣会士就可以 长留在京城 并且主持修立法 造炮这些大事 后来徐光启自己也受了洗 他的家族很多人也受了洗 上海不是有个徐会去说的 就是徐家会 就是徐家就指的徐光启他们家族 这个人很厉害吧 后来徐氏家族出了非常多的名人 甚至有一些神父 也是徐氏家族 宋美龄也是徐氏家族的后人之一 这是徐光启 如果立马都跟徐光启的不是朋友的关系 徐光启领洗是不可能的 他跟立马都合作翻译这些是有可能的 但是领洗是不可能的 徐光启的领洗是因为有情而产生的 就深层的开放最后领了洗 最后一个是李志早 李志早也是一个科学家 他在公部任职公部的官员 他跟立马都也是合作翻译了 同文算纸 混盖通线图说 这两个人也是智交好友 李志早因为他人是杭州人 他在北京没有亲朋好友 他后来是在北京生病了 没有人照顾他 就是立马都给他带他求医照顾他 他非常的感动 但是李志早为什么 为什么直到立马都死的那一年才领了洗 李志早是立马都神父亲自领洗的最后一个人 他们很早就认识了 最后才领的洗 就是因为李志早有一个小妾 按照天主教的信仰 那你不能一夫一妻治 可是李志早又修不了小妾 因为他的小妾很粘人 可是后来立马都赶化了他 他就修了这个小妾 可能给了他很多的财富 让他可以活下去 然后他才领了洗 成为立马都神父领洗的最后一人 他也是立马都的非常好的朋友 本来他领了洗之后 要给立马都神父很多的钱 让他建一个像样的小教堂来纪念一下 结果立马都神父没有多久就死了 这个钱就最后买了棺材 一个上好的立马都的棺材 这是我们只讲了几个立马都的朋友 我们看出来立马都的朋友都是有学知识 有能知识 有才知识 所以他们可不是被立马都忽悠领了洗的 他们是正儿八经的 因为看到了立马都的人格魅力 包括立马都给他们带来的先进的科学文化天文 让他们大开眼界 尤其立马都亲自下狱探访他们 亲自有病照顾他们 这个在当时是很不得了的 他们感受到立马都神父这种 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但是又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人 值得教信 所以慢慢的也因他而领了洗 他们后来也成了一个很好的教友 好 我们最后说几句立马都神父的更重要 立马都神父来到中国 可不是为了来中国翻译书的 也不是为了来中国带自民中来 逗个中国人好 让中国人大家眼界的 可不是为了这个的 虽然他带来了这些 但是这些只是途径 渠道 只是手段 不是目的 立马都神父是真正的耶稣会 是传教士 神父 是一个耶稣的追随者 他来到中国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传福音 就是儿国灵格 就是让更多的人如他一样 能够认识耶稣 成为耶稣的跟随者 所以立马都自始至终 都谨记自己的使命 虽然在赵庆 后来在别的地方 他不能够公开的讲授 天主教的信仰 但是我们也看 他不放过任何一个交朋友 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机会 这是耶稣会是的特点 立马都神父为了这个福音 他正是抛弃了家庭 1578年离开欧洲的时候 从里斯本 立马都再也没有回到家乡 你看 来到中国 26年 没有回到家 死在中国 虽然有人骂他 说他是西方的妖人 但是绝对不改初心 就是这样 立马都很爱家 但是因为更大的家 他要离开那个小家 在中国的时候 他起初每一年 两次给家人写信 但是因为这个信件 常常是很多的信件 都遗失了 送不到家里 所以后来他干脆就 很少给家里写信 甚至六七年再写一封信 因为他不知道 父母是不是还活着 想到这里 真的是非常惨的 现在我们 虽然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人 如果父母不在身边的话 我们可以打开手机 就可以看到他们 但是在当时 是不能想象的 写一封信 一年两年的时间 才能收到 甚至可能写十封 才能收到一封 其他的都给海盗啊 船弹啊 都给遗失掉了 然后1593年 他给家里写信的时候 已经15年 不知道父母是死 还是活着 几年之后 他从欧洲 来到中国的一个朋友 他听说 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 立马都非常的伤心 他只能在做米萨的时候 流泪 去纪念自己的父母 但是又过了几年 又有一个朋友 从欧洲来了 说你的父母还活着呢 他也会非常的高兴 然后他马上就写信 给自己的家人说 结尾的时候说 我不知道这封信 究竟是会在地球上 能够找到你们呢 还是在天堂 意思是说 我不确定 你们是否能够真的收到 但是无论如何 我还是要写 事实上这封信 抵达他的家乡 马切拉他的时候呢 他的父亲真的过世了 那他的家人 收到了这封信 马上就给 立马都回信 而那封回来的信 到达中国的时候 立马都也去世了 所以正如他所说 只能天堂再见 这就是传教士 有时候我们知道 天主教拉丁里的神父 都是独身的 很多人就觉得 天主教的神父的独身 太过于残忍 甚至不人道 但你想一下 如果立马都有太太 有孩子 他还能不能是 后来的立马都 根本不可能 这样你就可以看出来 天主教独身制的特点之一 就是如保禄所说的 有家庭的顾念的是家庭的事 没有家庭的顾念的是天主的事 的确是这样 如果我现在 我有老婆 我有孩子 我现在 我可不给你们分享这些 老婆孩子 我先给他打个电话 这个是一个实际的空难 不是想象的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 当然我知道 像新教里边的很多的牧师 他们是有家庭的 他们也是伟大的传教士 他们是可以量着 也做得很好的 只不过我想 以天主教的传统 神父独身 为福传带来更大的动力 立马都前后三次来到北京 第三次才成功留在北京 为什么立马都千方百计的要 北上北京呢 就是因为立马都一直一个信念 就是如果皇帝给我一个公开的 一个批准 一个诏令 说OK 你们西方的传教士 可以留在中国自由传教 那我们就不用受到伤害 不用受到排挤 这是万事大吉的 这是平常好的 所以奔着这个念头 立马都三次进京 但是他到死都没有得到 当时的皇帝 万历皇帝的公开的照例 没有得到 所以他死之前 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就是在中国 只要官方不反对 就算是默认 就不反对 就是支持你 你还想怎么着 还想我写个扁 自由传教 没这回事 不公开的阻止 你就已经不错了 后来的耶稣会是秉承了 立马都的这个方法 一直想要 首先要到达北京 跟皇帝建立一个固定的 友好的关系 才能够为后来的扶船 继续能够打下这个基础 好 立马都1610年 立马都才58岁吧 应该58岁就去世了 他没有大病 所以应该是积劳成疾 太累了 如果我所记不错的话 我看到一篇文字记载 说立马都神父 以至于他白天 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 所以呢 他的说 什么的早课 午课 晚课 那就只能晚上一起念了 所以他 怪不得他很累 因为他白天要接待 要应付很多的朋友 要跟他们讲 讲很多 不管是天文学的 科学的 还是信仰的 所以在1610年 5月11号晚上 七点 立马都神父逝世 之前两天领受了 临终圣事 就是临终的告诫 病人富有和圣体 然后还祝福了 在他身边的教友 他死了之后 万里皇帝 你看他死了 才下了诏书 给你20亩地 20亩地 埋在富城门外 就是现在 北京失为党校 立马都也成了 所谓埋在中国的 耶稣会师 也就是说 以前如果在他 死在他之前的 耶稣会师 要埋在哪里 至少要埋在澳门 在中国本土 不可以埋外国传教士 立马都是第一个 说明立马都 已经获得了 官方的认可 当然这对一个 外国人来说 是一个天大的荣誉 不要说外国人 中国人有多少 能够得到皇帝 如此大的恩赐 所以他的死 其实也帮助了 当时的教会 使得教会 成为了官方承认的 一个就是 可以自由传教的 一个外来宗教 立马都跟他的同伴 总共20多年 为不到 大概2000个 中国人受洗 有官员 有士大夫 有贫民 不得了吧 20年 虽然不是一个人 好多传教士 2000教友 虽然不多 可是要知道 这些人 有很多都是士大夫 尤其上徐光奇 非常有名的例子 他一个人领了洗 全 整个 整个的宗族 很多人也都跟着领了洗 这个是相当了不起的 所以立马都的方法 是 让一个人成为教友 就成为一个好教友 对吧 他跟李之早 关系非常好 但是他绝对不会强迫李之早 直到李之早 心甘情愿地把爱妾修掉 他才成为一个好教友 所以那个时候的李之早 是不是一个好教友 真的就是 因为他能为了信仰 能够舍掉爱妾 那已经是相当大的牺牲 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友 这就是立马都的模式 虽然施洗的人不多 你知道方吉克商务略 当年光在印度 印度尼西亚 马六甲 在那里领洗多少人吗 两万多人 据说有一次 因为 因为领洗啊 就是方吉克商务略 给人领洗啊 胳膊累的都抬不起来了 怪不得有一个 是印度还是哪里的 一个团体 把他的胳膊 专门保留下来 就是这是一个 给很多人领过洗的 立马都跟方吉克商务略 的策略是不太一样 虽然他们都是耶稣会士 立马都是 宁缺无奈 后来1630年代开始 也就是立马都死后20年 方吉克和道明会 也来中国传教 但是双方的传教的认知 和策略是不太一样的 他的耶稣会 比较像上层传教 而且比较是 交谈的 融合的 开放的 包容的 那道明会和方吉会 比较是下层传教 所以比较是像 怎么不太包容 就是对于民间的 烧纸啊 烧香啊 磕头啊 尤其是后来引发 礼仪之争的 尊恐祭祖 两个完全不一样 当然那是后话了 那是后话了 不过在1700年 就是17世纪最末的时候 中国的教友据说已经快不到100万了 啊 太厉害了吧 太厉害了 而且在1865年 也是17世纪 我们出过了 出了中国首位 国籍主教 福建福安的罗文藻 他是中国首位神父 也是中国首位主教 非常值得纪念的 不他是个道明会士啊 如果不是耶稣会士 开疆拓土 后来的方吉会 道明会传教 也也不会那么顺利 后来的耶稣会士们 心火相传 立马到后来的 同会会士们 两个非常有名的 在中国历史上 一个是南淮人 一个是汤若旺 他们两个都做过 清天剑的官员 也就是清天剑 有点像什么天文立法 这个部门的官员 后来差点 康熙也被规划了 康熙差点被规划 康熙不是写过很多的 关于天主教的诗吗 有一首诗 我不知道是不是康熙写的 就是我们现在 还把它编成了歌 宫求十字血成熙 百丈恩流分字熙 什么深道四崖 半夜路图翻 三背两翻击 五千鞭榻寸幅裂 六指玄锤二道旗 惨痛八该 兼九品 七言一臂 万灵体 这是康熙写的 他就写的耶稣的苦难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什么格式百千万 什么尺寸 帐都写在这个 这个诗里面 写得非常之美 要他不是对耶稣的苦难 如此了解的话 根本写不出来 那你就可以知道 传教士对于他的影响 是多么大的 通过一首诗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这首诗 真的是他所亲手所写的话 有几首诗 也是康熙里所写的 只不过后来 因为礼仪之争的缘故 教会发生了分裂 关于传教的理念上 所以康熙里 所以 后来在雍正的时候 就禁教一段时间 就禁止天主教传播 除非传教士能够遵守 立马斗 就是能够像立马斗一样 那你才可以留在中国传教 否则要被驱逐出去 这样就可以看出来 立马斗的伟大 以及立马斗被中国官方的认可 他的人格 他传教的方法都被中国官方认可 在现在的北京 宣武门教堂 宣武门教堂是 立马斗神父在北京盖的 最古老的 也是他的居所 旁边盖了教堂 在这个教堂的院子里边 原先在门口 刚才搬到院子里边 有两尊塑像 一尊是方基各山五略 一尊是立马斗 方基各山五略死在1552年 立马斗生在1552年 二人都是耶稣会士 二人都是传教士 二人都会派遣来亚洲传教 方基各山五略 想进入中国本土 没有进入 他的愿望由立马斗来完成 方基各山五略 已经成了圣人 他是亚洲传教的主宝 立马斗现在去年 在教宗方基各87岁的生日 12月17号的时候 被教宗 被教宗封为可敬者 也就是说 下一步立马斗就成为 征服 征服的下一步 就成为圣人 所以 我们真的 从心里边感谢 这些伟大的传教士 并且 我认为立马斗成为 我不是认为 我相信 立马斗神父成为圣人 是迟早的事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伟大的 他被称为中国宗徒 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天主教的第一人 天主教的注视 天主教的使徒 所以我们也 为立马斗的早日丰盛而祈祷 立马斗神父 最后死在中国 他唯一的安慰 就是他终于把福音带到了中国 所以他虽然看不到父母 也了无遗憾 因为信仰告诉他 家乡在天堂 所以他可以死的时候 虽然什么人 亲人都看不到 但是依然可以有安慰 就是因为福音 一直就是他的安慰 就是因为他是个耶稣会士 耶稣一直是他的朋友 正如他也按照方 这个方式 结交了很多中国的朋友 我们就用立马斗心中的幸福来祈祷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天主啊 保佑我吧 因为我投靠你 上主啊 我主啊 你是我的幸福 从你以外 没有福了 从你以外 没有福了 天主啊 保佑我吧 因为我 投靠你 上主啊 我主啊 你是我的幸福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谢谢大家 晚安 いつ跟末尔 是